鬼灭之印第154话 怀骨强席 与人 笑言相及 非常不妙 视野越来越窄 快晕过去吧 左耳完全听不见 右手没有感觉 虽然能使劲 但也不知道 能拍多少用场 所谓的全速奔跑 并不是能长时间持续的行为 普通人尽全力跑10秒 都会激烈地缓不上气 再继续行动的话 首先速度就跟不上 招式的准确度也会下降 肌肉疲劳 让手脚沉得像灌了签一样 对付没有疲劳或负伤概念的鬼 并且能在与上弦的战斗中 长时间维持竭尽全力的状态 是唯有呼吸法使用者能做到的奇迹 将托付再生的东西传递后背 再也不让家人和同伴死在自己眼前 保护 我要保护炭治郎 就像自己受到了别人的保护一样 一窝座挣扎着 放开 放开我的手 你是谁啊 女人哭了 请停手吧 去比试吧 不行 我必须杀了他们 为什么 我必须变强 碍事的就杀掉 为什么 为什么想要变强 因为不强的话就无法带回去 无法给父亲带要回去 不变强的话 就不能带着偷来的钱包逃走 不变强的话 遭到报复也赢不了 不变强的话 会被奉行所捉住判刑 因偷到施家的眼形 双手已有三条线 下次可要砍掉手腕了 一窝作笑了 要杀药宝随便 就算砍掉我的双手腕 我还有脚 我用脚偷给你看 反正下次别想抓到我 年仅十一遍屡次处罚 受了壮汉都要昏死的一百大板 还镜头十足 你是鬼子 是啊 我就是鬼子 好像出生时就已经长了牙齿 回来后 有人迎了上来 博智 听说你又被抓了 你父亲上吊死了 死了呀 博智 正直地活着你还能重来 我还没有想活到 不惜夺人钱财的份上 道歉 给你添了麻烦 穷人连活着都不被允许吗 老爸 这种世道见鬼去吧 统统给我去死吧 为什么这些狗屁不如的家伙能活着 而我老爸却必须死呢 才没有添什么麻烦 为什么要道歉 老爸没有做任何坏事啊 就算受到偷盗的刑罚 我也不痛苦 不管是遭乱鞭挥下 还是被打断骨头 只要是为了老爸 被打几百年 我也扛得下来 反省吧 认真工作呀 吵死了 闭嘴 混蛋 钱不够啊 要很贵啊 老爸越来越瘦 后背上开始浮现铃巡的骨头 我想给他吃更营养的东西 我一定能治好他 为什么上吊了 为了老爸 我死了都无所谓 只要是为了老爸 将所有人都打趴下后 有人过来叫好 好厉害呀 听说有孩子快被杀掉了我才来的 居然徒手打败了七个大人 你很有天赋啊 不用武器就能赢过大人 真是个让人心情大好的家伙 这家伙是谁 我在看什么 我的记忆吗 要不要来我的道场 我这里一个门下声都没有 吵死了 臭老头 杀了你 看你那次亲 是江户的罪人吧 在江户受了驱逐令 于是流落到这里的吗 是又怎样 跟你没关系吧 首先 破胎换骨吧 少年来吧 去死啊 臭老头 没想到对方速度快到出奇 将一窝座打趴了 哎呀 真是好结实的家伙 都做成那样了 还不削半课就行了 我是沁葬 开了一家名叫速流的徒手战斗的武术岛 门下声一个都没有 平日靠些杂务活维持生计 想先麻烦你照看我生病的女儿 我还有工作想交给你负责 前些天妻子照看累了头水自杀了 这下难办了 真的怪我太没用 害老婆孩子吃了很多苦 一窝座询问对方 把只有女儿一人在家的房子 交给我这个罪人 没关系吗 对方笑了 我刚把罪人的女狠揍了一顿 收拾掉了没事 一窝座一对比 就感觉这两人很像 这样啊 你如此令人不快 是因为让我想起了这种无聊的过去 当一窝座看到少女后 整个人沦陷了 女孩害羞地把脸转过去 脸色比早上好了 稍微凑合点了吗 这家伙不肯说名字 在我回来前帮我问出来 带父亲走后 女孩主动出击 请问 脸上的伤不要紧啊 一定能治好 拯救 保护 我的人生充斥着妄言妄语 无聊透度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